哈囉大家好我是翁蘭 今天我來稍微看一下這個剛剛 應該是說昨天剛發佈的開發者日誌喔 來看一下改了什麼東西吧 額...好 這是下一支改版的資訊喔 看起來又是對於新手的一個福利啦 真的 COM2的這個遊戲已經對於新手越來越佛了 大家...這個... 基本上最近兩三年加入的玩家完完全全不會經歷到以前拓荒時期的痛苦 這個看一下啦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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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直接看一下 根據魔人影等級喔 調整部分的能力值 那原本...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原本的話 呃...四星滿等到五星一等 這個數值比起來四星滿等的數值可能會高於五星一等高一點點 那五星滿等的數值可能又會比這個六星一等的數值還要再好一點 那他現在改過之後呢 呃...新的數值喔 就是升星之後一等的數值就會跟原本的 就是前一個星級的滿等數值是一模模一樣樣的 在這邊他有看到 改完之後 像舉例 五星滿等的數值就會跟六星一等的數值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樣子也會對於新手升星之後壓力稍微降低一點點 不過整體上這個 這個改強我個人認為不會到差距太大啦 那可能就是讓這個新手玩家喔 在剛升星之後第一個升六星的魔靈 不會說 剛一升六星我就沒有東西可以帶肥料或怎麼樣的狀況發生 但整體上來講這個影響應該是比較小的 那再來看一下喔 二次覺醒 巴巴巴巴巴巴巴 喔 好 第一個 呃... 然後增加了這個通關的這個獲取經驗量 以前這個二次覺醒喔 這個經驗量是需要10萬點的 換句話說來 以前五階段的時候一場是960點 所以10萬點就需要打105場 那現在新驗值提升到1170之後 他場次就降了 那這個增加的幅度 看起來這邊大概增加多少 這邊增加 2分之3 這邊增加50%耶 這個一階增加很多 那這個二階呢增加多少 呃... 可能40幾% 所以 這個階段越前面增幅越大 換句話說 對於新手來講 這個影響越明顯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喔 其實 其實大幅減少了這個次數喔 尤其從三階開始的次數喔 就沒有差很多 大概每個都差十幾場而已 那這個十幾場二十幾場 那可能二階跟一階差比較多 但是 基本上只要你的魔靈有升到五星 符文有點滿的話呢 那三階都是蠻簡單的 所以134場的話 就讓大家可能一個禮拜 就可以... 一個禮拜再多一點點 就可以覺醒好一隻魔靈了 那對於三水選神的進度來講 更是可以大幅要進 那像這個四階段 就只要107場 跟以前的五階是幾乎是一樣的了 那這個東西對於新手幫助也算蠻大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話呢 調整...卡伊洛斯地下城 11層的...什麼... 難度跟獎勵 所以對於難度來講 如果他難度又有下修 對於新手就更棒了 那我們看一下調整哪些 嗯... 喔...這個不錯喔 這個對於...這個對於新手來講很棒 因為代表說11層只會掉5星的傳說符文 那其實很多5星的傳說符文 是可以用到遊戲大後期的 像你可能一顆5星傳說符文有帶速度的 頂速是多少25速嘛 你可能衝了爛一點 你衝到20速好了 20速的符文其實夠撐到後期了 那所以...這個改動 然後他的六星符文大幅提高 其實... 六星符文的這個調落大幅提高 六星符文就算你符文不怎麼好 對於新手來講 前期的幫助又...也是很大的 一顆...很普通的六星 稀有符文 就藍符...很爛嘛 但是你看喔 這個五星符文 五星符文的這個... 我們就舉例速度來講就好了 五星符文速度可能跳三次 就大概是20 可是六星符文 藍符你只要跳兩次 速度跳頂的話呢 也就有18了 而且藍符要跳速度 跟這個子符要跳速度的機率來講 一個是1 2跳速度 一個1 3跳速度 這個機率比起來呢 藍符要跳到18速的機會是更簡單的 所以在符文上 如果六星符文取得變簡單的話 對於新手來講 進度也可以再更... 更快的脫離這個新手拓荒時期 所以這個改動對於新手來講 幫助真的很大 那能量的部分的話 11層有9個 調降為8個 那也是對於新手減少一些負擔 那當然啊 對於老手來講 所有的紅石 基本上拿去買體力了 呃...長期下來 當然還是我有感覺 但是因為我們都是農... 第12層 所以這個改動 對我們來講就... 完全沒有影響 OK那這次的改動 就大概是這樣子的 那而且 它也調降了11層的難度 換句話說 對於新手來講 要農第11層就更簡單 那這個地方我可能就開始建議一些新手 盡量先以11層為目標了 對先以11層為目標 然後再去挑戰到12層 把這個... 毒暴隊啦 或三水犬 或是用暗翼的這種基本隊伍 先拿農出來 然後... 先去打第11層 然後再把符文往上調整之後 再去速刷12層 那...如果是這樣的改動的話 我個人就覺得 因為... 五星既然都只會掉... 只會掉這個局服 只會掉傳說符文的話 那... 如果你能穩刷... 如果你能穩刷11層 跟你刷這個第12層 可能時間比較久的話 我現在就不一定會推薦說 能刷第6層... 那可以從11層先開始了 當然也是要看... 這個... 傳說符文... 五星符文調的比率到也是多少啦 好啦... 這個... 這次的這個... 拓荒者日記... 不拓荒者日記啦 開發者日記 就大概到這個地方 稍微講一下 看起來是對於新手來講 有非常棒的這個遊戲體驗 對於新手來講 真的... Comp2是對新手 真的照顧越來越多 你有沒有看過 哪一個遊戲 真的... 沒什麼遊戲是... 越到後期反而越照顧新手 大部分遊戲都到後期 反而照顧都是老手 沒有沒有... 我們Comp2就是這麼棒喔 越到遊戲後期 越照顧新手 就是... 這個... 吸引這個... 心血加入 所以如果你是 還沒有加入這個遊戲的玩家 看到這個影片的話 趕快加入現在的時間點喔 是非常好的 進場時機 那如果你是... 剛加入的玩家 恭喜你的這個進度 要追上中... 這個... 中期玩家來講 那個... 時間上就變得比較小一點 你只要肯花時間 要追上中期玩家 應該是蠻容易的了 好啦 那... 就大概到這個地方告一段落囉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